神奇的是 虽然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一切事物 都和数学有关 我们却看不见 摸不到它 数学的整个架构 是人类在寻求万物规律时 人为定义出来的 也就是说 数学是我们想出来的 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 却真实地符合万物的规律 这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 那么我们片中这些 被数学选中的人 他们会用什么词来形容数学呢 控制力 性感 天马行空 纯粹 简单 深刻 普遍 对称 逻辑性很强 公式很美 你看了就喜欢 收上来 而且可能会有用 很有层次感的一个英文学科 它比较干净 比较浪漫的 刺激的 数学是很合理的 它是基本是无懈可击的 就因为这个它也比较 给人安全感 数学是这个样子的 苏氏说过 横看成岭测成峰 远近高低 各五同 每个人看到数学的面相不太一样 我看到了数学的面相 它确实非常和谐 非常隐之入胜 如果你手上有一只苹果 或者有一只篮球 我不管 不管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用一样的力丢出去 我能描述它的下降的轨迹 那这个轨迹 只要一个方程就可以描述 将千千万万的现象 用一个方程能描述 然后这种就是简单 就是因为它具备了 又控制力 看似严谨的理性 然后又具备天马行空 这样一种非常感性 然后又大胆的状态 很野 所以它自然就很性感 在数学家眼中 数学充满着如恋人般的魅力 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 数学代表着深奥 枯燥 绞尽脑汁 并屡屡束手无策 为什么我们和这些 被数学选中的人 感受如此大相径庭呢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 数学是如何在人类世界 诞生和发展的 当我们明白了 令人头疼的定理 公式 论证 是如何一步步出现 并与人类互动的 我们会意识到 课堂上学到的 可能真的不完全叫数学 没有人知道数学是什么时候 是如何在人类族群中诞生的 最早的考古物证 是在非洲南部出土的一块 沸沸的肥骨 上面清晰地呈现 29道V字形刻痕 它距今约37000年 它的用途有可能是 记录时间的变迁 1960年 比利时考古学家 在非洲南部伊上戈地区 发掘出了一根沸沸肥骨 它制作于约两万年前 骨头上的刻痕 分成不对称的三列 这引起了科学家的无限遐想 例如被用来作为一个计算工具 用于简单的数学流程 或者用来构造一个数字系统 当然也有人认为 这些图案被过度解读了 这些刻痕 可能只是为了增加抓握时的摩擦力 这块伊上戈谷长久以来 成为窥探远古人类 对数学理解的重要证物 人类大概是从 七万年前开始走出 沙哈拉大沙漠的 就是靠着这个系统协作 然后代代繁衍不断地奋斗 慢慢地扩张到了 这个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有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局面 细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动力系统 里面必然有很深刻的数学 公元前三千年四千年这个样子 他忽然间意识到 这个五之羊和五头牛有一个共性 就是这个五 他把这个五抽象出来了 这个就是人类认识上 一个巨大的进步 它已经有数字抽象的概念 我们至今也不清楚 三万多年到五千多年前 这段漫长的岁月里 数学在人类中是如何不断演进的 又有哪些在远古时代 就被数学选中的智者 依靠一己之力 使数学产生了跨越式的进步 两河流域的梅索布达米亚文明 为后人留下了数学发展的物证 那是一些黏土泥板 上面记载了各种精密的运算表 比如倒数表 平方表 立方表 甚至更高次米表 这个时期的数学成为 巴比伦数学 年土随处可寻 在潮湿的时候可以书写和修改 又可以长时间保存 这些古巴比伦人的习惯 是今天的我们得以了解 五千年前人类的数学水平 有些令现代人汉颜的是 我们今天相当多人的数学水准 远不及数千年前的古人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 数学是人们为了解决日常实际问题 而自发创造出来的工具 如何分配物资 如何记录收支 如何建造房屋等等 都需要数学的帮助 埃及文明的书写记录载体 是缩草纸 这种易碎的物质能保存下来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成熟于三千六百年前的缩草纸卷 莱因德古本和莫斯科古本上 记录了八十多个数学问题和解答 很多问题是和分面包有关的 这大概是由于古埃及人 没有货币 而用面包和啤酒 来做交易标准的原因 有一道题是 如何让十个人评分九片面包 也就是每个人 怎么拿到十分之九片面包 古埃及人明显已经熟练 掌握了分数的运用 在缩草纸上 这道题的答案是 十分之九等于三分之二 加五分之一 加三十分之一 实际的操作方法是 将其中五片平均分为两块 正好十块 每人拿一块 把剩余四片平均分成三块 一共十二小块 每人再拿一块 还剩两小块 把这两小块 每块再平均分成五块 这样每个人又可以再拿一块 正好平均分完 这样切的话 每个人分得的面包 不但数量相等 连大小和快速也是一样的 在中国的记载中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 商高与周公对打时说 勾广三 骨修四 敬于五 这里的勾就是小腿 骨是大腿 这是古人从自身身体上发现 并引申出的 直角三角形中的两条直角边 如果一边的长度是三 另一边是四 那么斜边的长度就是五 勾古定理 几乎被所有远古文明独立发现 大概是由于人们在丈量土地 和建造房屋时 要经常计算直角三角形的边长 相传古埃及人 用十二段等长的绳子 围成一个环形 然后把其中五段拉直 固定两端 把另一边的绳子 拉到一点拉紧 就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 可以想见 古人通过多次尝试 便可找到这一规律 他们把这样的绳套 摆在地基上 用以造建筑的直角 这是勾古定理在生活中 自发而神奇的运用 在古文明中 数学的大部分概念就是数字 公元前500年开始 希腊文明使数学产生了重大突破 泰勒斯 毕达哥拉斯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阿基米德 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 把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建立起来 希腊数学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在于对几何的发展 数学家希帕克斯 使用相似三角形定理 估算地球半径为3944.3英里 而现代科技测量结果为3961.3英里 仅仅相差17英里 他估算地球到月球距离为238000英里 现代测量数据为24万英里 误差只有0.8% 欧吉里德 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 他在公元前300年左右 完成了几何原本 他深远影响了后来整个欧洲的数学 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教科书 几何原本 把当时人类掌握的几何知识 以一种极度严密的逻辑关系连接起来 使数学这门学科体系化 直到今天 全世界中小学生学习的大部分几何知识 都囊括在这本2000多年前的教科书里 数学在全人类智者滋滋不倦的追求之下 由一种从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工具 历经代数学的发展 解极几何的出现 微积分的创立 函数概念的发明 非欧几何的研究 应用数学的蓬勃 逐渐演变为引领整个自然科学发展的知识体系 为了生产生活 人类发明了算术 为了丈量土地 计算面积 人类又发明了几何 为了量天测地 又发明了三角 近代以来 人类面临的这个问题 又更加的复杂 比如说为了计算天体运动 人类又发明了微积分 那么为了描述自然界的一些现象 人类又发明出了 常微分方程和偏微方程等强有力的工具 那么以至于到我们现在的最新进的数学 现在已经应用到5G技术 人工智能等各个方面 应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数学 是密切相关 而且是正相关的 我们数学就做了一个 实在是做了一个知识库 做了这么一个理论体系 但其他的呢 其他的学科 不管是物理 或者其他的计算机 什么都可以 把这个东西 做为一个工具来用它 我们只是造了一个工具 如果假设外面有个 比我们更高级的生活 弄着望远镜来看我们 你如果看到我们 比方说两万年以前的地球 发展两千年以前的地球 我现在大家想 我们这个星球 我们这个人类 之所以这么进步 这什么神数 真是不敢想象 人类有了数学 才会有后背说的这些科学 没有科学 那个社会什么进步 所以从这一点 什么时候数学的重要性 都不为过 那么多小学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明的进程影响了后来的整个科学体系 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人类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知终于走到了全新的阶段 而在此之前的1854年 黎曼几何这样的数学理论早已在那里等着爱因斯坦的出现 那么中国古代数学有一个词叫仇人 所谓仇人就是指从事天文和数学研究的人 也就是说从古代来看 数学和天文学是不分家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学理解成人的一条胳膊的大臂 那么这条大臂它够不着宇宙模型那样的一个目标 但是它在这个上面它有一个小臂 那么这就是物理学 然后呢这个物理学在上面呢是天文学 你就可以想象呢天文学就是长在这个小臂上这只手 那么这只手最后呢就抓到了那个宇宙模型 那更具体来讲呢就是今天的宇宙学呢 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爱因斯坦的这个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之上 而广义相对论呢是直接的以带有张量形式的黎曼几何作为基础 没有数学中的黎曼几何就没有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而没有广义相对论就不可能有宇宙学的今天的一个状态 但人们很难给数学下一个清晰完整的定义 因为它是抽象的 是连接人类抽象思维与现实世界的通道 它可以把抽象化的理论作用于现实 指导人类不断改造世界 更重要的 它把现实事物抽象化 从而探究宇宙万物的规律 由此看来数学也是一种哲学 我想人类世界的结构是方方面面的 我们为什么人类喜欢结构 因为结构带来了秩序 我们其实最喜欢的其实是秩序 大自然的很多事物 有时候就是和数学的这样的秩序是如此的吻合 比如说冬天的雪花 那么它们是很完美的六边形或者六边形的衍生物 它们都是由自相似的组成 那么在数学上叫做分形 我们先不说这个概念 我们只说相似这个概念 那么数学上有相似 自然界也有相似 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就是大自然在进化过程中 它很神奇 你就觉得它好像据了人类的思维一样 比如说向日葵 它那个种子结的时候 表现出来这种螺线 包括松果的螺线 包括花瓣的生长 树枝的生长 它都表现出斐波那契数列这种特殊的模式 斐波那契数列是13世纪的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 通过兔子问题引申出的一种数列排布 有一对小兔 它们两个月就可以变成可繁殖的大兔 大兔每月可以生一对小兔 一年以后会有多少对兔子呢 这个数列是1 1 2 3 5 8 13 从第三项起 每一项都是前两项之和 向日葵种子和松果的螺线 左旋和右旋的数量都是斐波那契数 百合花有三瓣花瓣 梅花有五瓣 向日葵有21或34瓣 除菊有34 55和89三种数量的花瓣 这些数字都符合斐波那契数列 如果把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数字 后一项除以前一项 随着数字的增多 这个比值越来越接近于1.61803 而1.61803和我们熟悉的黄金分割数 关系密切 这些大自然与数学之间的神奇联系 又在向人类暗示这些什么呢 所以如果当我们需要理解 自然界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想的事情就是 我们能不能将自然界的许多现象 将它数学化 数学就是这样 就是它其实彼此之间 也许可能都没有交集 然后再做着一些你无法理解 甚至让数学家们互相之间 都无法理解的事情 但是它们的共性 我觉得都是在寻找规律 并且去解释现实中的问题 数学与音乐 存在着某种惊人的共性 彼达格拉斯 它把一根琴弦平均地分成 二分之一段 三分之一段 四分之一段 由此得出来 这个世界的和谐的比例 是一比二比三比四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 我们就产生了我们声音里边 最重要的四个音 就是倒 发 扫 刀 古琴的十三个灰 它都是通过数学的计算而来的 所以来确定每一个 这个音的音高 就是有效闲长的二分之一处 所以来确定这个漆灰的位置 那么其他的灰位 也是按照比例的不同 来确定它的位置 音乐就是散影函数 正弦函数 因为它是波 我们能够听到每一个音符的震动 它就是不同的赛影波 那你不同的音乐里面 对于这个 你的音乐的组成 本质上就是一堆 正弦函数的组成 数学也伴随着西方绘画的演技 文艺复兴期间 很多艺术家和科学家相信 宇宙间的规律 可以通过几何原理 明确地理性化 因此很多艺术家 同时也是数学家 比如达芬奇和丢勒 画家弗朗切斯卡 从几何原理中 推导出透视画法 从而使二维空间的画布 可以展现三维的世界 透视法改变了美术史 19世纪黎曼几何的出现 把四维时空的概念 带到美术界 阿维尼翁的少女 是毕加索的风神之作 也是立体派绘画的开山之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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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时期 阿基米德用穷解法来计算π 穷解法的原理是 如果我们不能精确地计算圆的周长 那么我们就找一个和圆相似 周长又很好计算的图形 比如正方形来计算 当然正方形和圆形依然差别很大 但是如果我们增加边的数量 比如正五边形就比正方形更接近于圆 正六边形就更接近一点 如此下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 就越接近于一个圆 所以如果把这些边的长度加起来 就趋近于圆的周长 阿基米德首先在圆里做了一个内阶正四边形 四条边的长度加起来 就可以近似看作是圆的周长 他巧妙地在圆之外 又做了一个外切正四边形 两个正四边形边长之和 除以圆的直径 就是圆周率的上下边界 当然这个数值太粗略了 实际上阿基米德是从正六边形开始计算 每次增加一倍的边数 也就是正十二边形 正二十四边形不断增加 阿基米德一直算到九十六边形 得到的圆周率是在三点一四零八 到三点一四二九之间 据说当罗马人攻进阿基米德的家乡 叙拉股时 阿基米德正在计算圆周率 他怒斥一位走向他的罗马士兵说 不要弄乱我的圆 结果这位莽撞的士兵挥剑 刺死了阿基米德 圆周率可能是这位伟大天才 留给世间最后的财富 四百多年后 中国魏晋时期的伟大数学家刘辉 打破了圆周率计算的记录 刘辉采用了和阿基米德类似的方法 不过他没有用到外切多边形 只用不断增加内接多边形边数的方法求解 这种方法叫割圆法 最终他计算出了三千零七十二边形的周长 把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四位 三点一四一六 按一千七百年前的科技水平来说 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 二百年后 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 进一步用割圆法 通过一万两千二百八十八边形 得出了圆周率的新精准记录 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 到三点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间 祖冲之的这一记录 一下子保持了近一千年 直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后 人们又重新对圆周率的计算充满了兴趣 1630年 奥地利天文学家格林伯格 计算出了π小数点后三十八位 九十年后 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一百位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 计算机的发明 迅猛提高了数学家们的计算速度 1949年美国数学家计算出小数点后 两千零三十七位 自此π的尾巴越来越长 到2019年 圆周率已经被精确计算到小数点后 三十一点四万亿位 π还可以被继续计算下去 因为它是一个无理数 它在小数点后的数字 是无限且不循环出现的 数学家们执着于计算一个 不可能算到尽头的数字 到底意义何在呢 对于未知的无限追求 是人类存在于宇宙中的终极意义 每一次数学知识体系的迭代 都吸引着人们拿起更有力的工具 想派未知的终点继续靠近 18世纪 法国博物学家布丰 在一张白纸上画满了 等距离的平行线 在准备很多小针 针的长度是平行线间距的一半 把针随意扔在纸上 然后计算与平行线相交的针的数量 神奇的是 用这个数字去除针的总数 结果竟然是π的近似值 而且投掷次数越多 得出的π值就越准确 不封头针实验是第一个用几何形式来表达概率问题的例子 这原本是一个概率学的基础实验 但冥冥之中却与圆周率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关系 π的值到底意味着什么 今天的数学家们仍对这个谜一样的数值充满敬畏与憧憬 我们可以轻易画出的一个圆 它就在那里 但因为π的存在 一个普通的圆似乎包含着宇宙的规律 您可以想象一下像圆 圆是有不同的圆 有大的圆 有小的圆 有千万万的圆 但是不管是哪个圆 它的圆周跟它的直径一定满足 刚才你讲的那个圆周率的关系 那种比例关系 这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所以它会让一切变得简单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一百个点 就是一百个点 它可能来自于一个规则 所以我可能只需要站在光束的源头 就可以覆盖到很大的区域 要想完全理解数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容易 他们试图用数学逻辑 把复杂世界的确定性结构分析出来 找到那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底层规律 帮助人们从迷茫中看清了道路 从混乱中找到了秩序 他们以一种特有的动力方式 往返穿梭于数学世界 现实世界 以及我们的感官世界 有一些原始的问题 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 它就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经过了近两千多年的 这个所谓数学发展的历程 然后现代的数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 它已经不是在这么简单地去处理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能遇到的一些 生活琐碎的一些数学问题 所以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 他们可能感觉说数学很高深 感觉数学对他们生活 日常生活的用处并不大 我们不太能否认这种感受 这的确就是现实 它就是一个高级的存在 它就是在你的生理和心理极限之外的一种存在 它必须要有 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人们的实际生活 往往相距甚远 但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在数学的推动下走到今天的 上世纪70年代 美国物理学家科马克在积分几何的基础上 建立起了人体不同组织对X射线吸收量的计算公式 在这项数学成果的支持下 1971年英国电气工程师豪斯菲尔德 发明了第一台CT扫描仪 为全人类的健康保驾护航 数学里面更多的情况是由于它自身的理论发展需要而推进的一些研究 比如经常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 哥德巴赫猜想大概是中国人最熟知的一个高深的数学问题 1742年普鲁士数学家哥德巴赫 在写给数学泰斗欧拉的信中 提出了一个自己偶然想到的关于数数的发现 所谓数数简单说就是不能被除了一和自身之外的数整除的数 比如三五七等 而九可以被三整除 十五可以被三和五整除 这些就不是数数 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大约二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一个数数 加上另外一个数数的和 比如八可以写成三加五 三和五都是数数 十可以写成三加七 三和七也都是数数 它也被今天的人们简称为一加一的问题 这里的一代表一个数数 这个哥德巴赫不知道怎样突发奇想做出的猜想 却难倒了欧拉 也难倒了从十八世纪到今天的无数数学家 近三百年间 数学家们证明了九加九 二加三 再到一加五 一加四 一加三 但一加一 仍然遥不可及 1966年 中国数学家陈景润取得了重大突破 他证明了一加二 他可以写成任何一个大于六的偶数 可以写成一个数数 加上另外两个就好乘起来 比方说二十二吧 可以写成三成五 这是两个数数对吧 三成五等于十五 再加一个七了 二十二也可以写成十一加十一 就是两个一加一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加一就是一个数数加一个数数 哥德巴赫就说明一个新名的特点 他说起来很简单 小学生都能听懂 但是做起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 就这个题目 这个哥德巴赫到目前为止还是没解决 老百姓觉得这个东西一个数能不能拆成两个东西相成 或者相加有什么用 很多数学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可能是没用 比方说哥德巴赫猜想 现在我们不知道它将来阵亡以后会有什么用 但是也可能会有很大的用 因为数学家他做的时候 他并不是考虑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才去做 他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提出猜想是非常重要的数学发展的一个手段 当我们提出猜想之后 我们才有这个好奇心说 去探索这个猜想到底对不对 当没有问题 当没有猜想的时候 数学是很难以发展的 因为引领数学推动的动力 就是我们讲的好奇 对于数学世界的好奇 比哥德巴赫猜想更具传奇色彩的 是费马大定理 费马是17世纪一位天才的业余数学家 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位律师 脱下律师袍后 他的业余时间全部倾注在数学研究上 费马推导出的很多定理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他有一个习惯逃避推导过程 他的手稿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话 我可以证明这个结论 但我现在必须去喂猫了 或者我要去洗头了 1637年 费马在阅读古希腊数学家丢翻图的名作 算数时 老毛病又犯了 他在书页空白处 写下了这样一个困扰了人类今后360年的定理 x的n次方加y的n次方等于z的n次方 当n大于20没有正整数解 让人们抓狂的是 费马接下来写道 我确信已经发现了一种美妙的正法 可惜这里空白的地方太小 写不下 在这个公式中 如果n等于2的话 是有正整数解的 比如3的二次方加4的二次方 等于5的二次方 但是费马断定 如果这个n大于2的话 这个方程就不会有正整数解 这就是费马大定理 这样一个简单到初中生都能理解 又被费马轻描淡写 省略了推导过程的定理 成为了一个之后300年间 数学家兴奋 沮丧 失落的魔咒 同时代最著名的数学家欧拉 首先尝试 他证明了n等于30 费马大定理成立 但仅仅到此为止 19世纪初 法国女数学家索菲·热尔曼 提出用一类素数的集合 而不是无休止的 证明每一个数字的新正法 在热尔曼素数提出之后 数学家们先后证明了 n等于5和7的状况下定理成立 之后 法国数学家拉梅和科西 同时宣布自己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不过他们还没有召开发布会 就被一位德国数学家库默尔 发现了致命漏洞 库默尔认为 当时的数学工具 无法证明费马大定理是否成立 这下 全世界数学界被浇了一盆冷水 直到20世纪初 一天 德国实业家兼数学爱好者 保罗沃尔夫斯凯尔 因为失恋而决定自杀 他确定了一个自杀的时间 然后以在图书馆里读数学书的方式 等待死亡 恰好 他看到了库默尔解释费马大定理 无法证明的论文 沃尔夫斯凯尔突然发现 库默尔的论证中 也有一个关键漏洞 这意味着费马大定理 不一定是不可证明的 沃尔夫斯凯尔兴奋异常 开始埋头研究 这一下就错过了自杀的时间 为了对费马大定理 这位救命恩人表示感谢 沃尔夫斯凯尔设立了 一笔十万马克的巨奖 用以奖励证明定理的那个人 几十年过去了 计算机的发明 大大提高了运算能力 人们已经证明 在N小于4100万的情况下 定理都是成立的 但是4100万01呢 费马大定理历经三百年 仍然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 1955年 日本数学家古山峰和志村武郎 公布了一个猜想 每个椭圆方程都可以用模型式表达出来 之后 德国数学家弗赖 把费马大定理和古山志村猜想联系了起来 也就是只要证明了古山志村猜想 就可以证明费马大定理成立 这指明了费马大定理的解决方向 1995年 英国数学家怀尔斯最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成立 这个困扰了人类最聪明大脑 长达360年的问题 终于被解决了 然而 这样一个跌宕起伏 绵延三百年的证明过程 给人类留下了什么呢 就是数学家呢 沉浸在自己的纯粹数学的思考里 他们在做那些研究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有什么用 他们完全没有想过 但是这样关起门来做的纯粹数学研究 后来被发现非常有用 所有人都感到困惑 但是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一个复一开翻等于多少 那就有虚数 那可能最早的时候 在能发现虚数的时候 还不知道有用 但是现在 如果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如果没有虚数 你就没法刻画 那个电磁场啊这些东西 那你整个这个电磁 你今天 你今天摄影师来造我需要电 那没有电 那这个社会可以想象吗 这些东西 我们讲什么 能复杂的 这些设计 我们看一下 是有什么 自己弄射 那么 这个 我们自己会想象 有什么 其实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用的那都是创造出来的 那无用的才是代开发 代创造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你这个数学搞什么呀 你的那些公司 你的那些定理 能够派上用场吗 那我在这里可以斩钉截铁地说 绝对能 因为迄今未止 还没有哪个数学被发明出来以后 不能在实际当中快上用场 数学大多数时候看起来都没有什么用 特别是那种快速地及时的功用 一个新的数学成果被创造出来 很难在短时间内被转化为财富 对这个日新月异 急速前进的时代 跟某些人来说 恐怕是难以接受的 谁也不知道 哪一个数学理论 会在什么时候成为主角 哥德巴赫猜想 至今也没有被派上用场 他所关心的整数的各种性质 数学家们已经为此研究了两千多年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其中的某些理论 才第一次被转化为具体的应用 我觉得我喜欢上数学 是大概小学的时候吧 然后但是那时候对数学理解 基本上就是解决一些难题 从来没得学数学而痛苦过 不过我其实上考大学 最想学的是物理 高考的时候数学考了148 还挺好 特别有成就感 然后每次数学考试成绩就很高 然后老师又很喜欢你 然后就对数学特别特别感兴趣 小时候记忆很少 但是这个记忆我很深刻 我会自己在家 那种金车上面那个铃铛 我会按着按着数到了一千 似乎每个人身边 都有这样神一般的存在 他们生活在大部分人 无法受用的数学世界里 享受着数学带来的快感 大家从同一个起点出发 并在启蒙阶段学着相同的知识 但最终只能相互眺望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数学家 天赋异禀 他们从童年就对数学异常敏感 并在青年时代就创造了 无比辉煌的成就 他们似乎才是真正被数学选中的那些人 18世纪的欧拉 13岁便入读巴塞尔大学 16岁获得硕士学位 他平均每年写出800多页的论文 是第二多产的数学家 28岁时 他的右眼因病近乎失明 但这并不影响欧拉在数学上 取得了全面而又富有开创性的成就 欧拉用几个数学中最基本的常数 圆周率π和自然常数的底义 虚数单位i 也就是-1的开方 创造了一个公式 e的i乘π次方等于-1 这个简洁而又似乎洞察到宇宙规律的公式 深远影响了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 被后人称为宇宙最美公式 年轻的法国数学家 卡罗瓦16岁开始研读数学 五年后已然获得了非凡的成就 他的研究成果被认为是 现代群论的开创之作 但可惜的是 因为爱情 他被卷入了一场决斗 对方则是法国著名的枪手 据说自知必死无疑的卡罗瓦 在决斗前一天晚上疯狂写作 把自己全部的数学成果记录下来 并不时在页边写下 我没有时间了 第二天 卡罗瓦在决斗中中枪身亡 年仅21岁 1887年 印度的天才数学家 拉玛努金出生了 他家境极为贫穷 从没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数学教育 但他却有着超人的直觉洞察力 可以找到大量数字关系背后的定律 拉玛努金独立发现了 近3900个千奇百怪的数学公式 这当中很多都没有留下证明过程 以至于后来的数学家们 往往会用人生中最宝贵多产的几年时间 来验证它们 拉玛努金像是一位未来的穿越者 他的数学记事本成为了直到今天 科学家们开创分支学科 探寻数学规律的宝库 赞颂伟大总是令人心潮澎湃 但让我们回到现实 忘却这些真正被数学选中的人 绝大多数不得不与数学见面的普通人 又从数学中学到了什么呢 中国古代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九章算术 那么有人就描述过 就是九章算术 因为它是距今超过两千年了 它其实就是今天的小学数学的大部分的内容 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代表作之一 成书于东汉 它和比它更古老的周碧算经一样 最早的成书时间和作者都无从可考 一般认为 它是从先秦到西汉中叶 经过众多学者编撰修改而成的一部数学著作 九章算术提出了246个人的数学 五个问题分为九个章节 依次是方田 宿米 崔芬 少广 商工 军书 营部族 方程 沟谷 前几章主要是生产生活的实际应用 后面的营部族 方程和沟谷 则涉及了方程 方程组以及几何问题 比如营部族第一体 今有贡买物 人出八 营三 人出七 部族四 问人数物价各几何 答约七人物价53 解答这种方程的方法被称为营部族数 是现代线性插指法的鼻祖 九章算术中的正负数 也就是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 表明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负数 而印度则在七世纪才开始使用 西方就更晚了 另外一种开方数 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开方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已经触碰到了五里数的边缘 这与希腊文明有着相似的认知 我们另外也知道在两千多年前 有一本流传至今的古希腊的数学名著 就是欧极里德的原本 主要内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上了初中以后学习的几何学 可以这样来讲 从小学开始直到初中的绝大多数内容 基本上对应在数学发展过程当中 就是对应十六世纪以前的数学 然后进入十七世纪 因为数学有几个重要的创造 特别突出的就是解析几何 微积分概率论这样的几个领域 另外数论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 那我们说解析几何 现在差不多是到了高中学习的内容 而微积分现在中学里面学一点点 更主要的内容就要等到读大学本科的时候 才会去学习了 还记得这些数学公式和定理吗 这只是我们学过的众多数学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 如果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这种感觉是对的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知识从来都没有被用到过 四则运算几乎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 既然根本用不上 何必要学那么多呢 学的时间是不是也太长了些呢 我觉得总体而言并不能说很长 如果非要说的话 甚至我觉得有一些短 我们学了九年 甚至十二年的数学 也仅仅学到了微积分之前 这也只是十六世纪的数学 那么当代社会我们要求 一个当代的现代人 要以人人掌握微积分为标准的话 那么我们受到训练可能还不够 英国成年人因为计算能力 算术能力的问题 导致每年损失24亿英镑 占了GDP的0.17% 这个数字我可记得非常的清楚 迫害作用非常大 所以说中国的计算 基础知识力教学很扎实 我觉得很好 当然这种扎实力教学来源 不能靠学生去做难题 做非常复杂的题目 做偏题怪题 而应该是建立在 对数学概念的理解之上 你应考能力增强了 各种各样的题型 你都接触到了 这个数学没多 但是你的负担重了 对于一个学习者个体来说 那肯定负担重了就是多了 但这个多不是质的多 这个多是量的多 A加B括号的平方 这样的一个完全平方公式 有用吗 谁有多少人一辈子 还会用到这个公式呢 那这类似于这样的公式 如果没有用 我们为什么要学它呢 甚至我们还要 跟它相关的题目 要演练很多很多呢 我想这可能都是 比较狭隘的一种看法 或者比较急功近利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知识的学习 实际上是要以它作为载体 我们要形成我们的学科的素养 A加B括号 当你把所有的公式图表 把这些所有的知识 具体的知识放掉之后 最后你能沉淀下来的东西 其实就是数学教育 所赋予的东西 数学真的在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每个人吗 它是否已经渗透到了 我们的日常行为和意识之中 或者我们早已习以为常 以至于不知不觉 圆周率很好理解 圆周长与直径的比值 但它又很神秘 似乎暗合着某些宇宙的规律 它带出了五里数的概念 这些概念和规律 对一个小学生来说 是难以理解的 但数学世界 就是从这里 真正向我们敞开了大门 黄金分割 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学问题 它的数学原理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 就被发现了 如果把一条线段AB 分割为两部分 较长部分与全长的比值 和较短部分与较长部分的比值 是相等的 这个比值约为0.618比1 如果反过来相比 比值则约为1.618比1 把黄金分割 引申到平面图形上 就产生了黄金比例 一个长方形 长度减去宽度后 形成一个新的长方形 那么原来长方形 长与宽的比例 等于新的长方形 长与宽的比例 这个比例 就是黄金分割的比例 1.618比1 这是一个神奇的比例 因为符合这一比例的物体 会给人天然的美感 这种美感 不因人是否了解数学原理而存在 比如蒙娜丽莎脸的宽度与长度 额头到眼睛 以及眼睛到下巴的比 都符合黄金比例 16比9屏幕的电视机 比4比3的看得更舒服 那是因为更接近黄金比例 雅典帕特农神庙 巴黎圣母院的长宽比 小提琴的长宽比 五角星中 所有线段之间的长度关系 都符合黄金分割比 具体到女孩穿多高的高跟鞋 才能让自己符合黄金比例呢 就是让全身与下半身 也就是肚脐到脚底的高度 具有1.618的比例 而雕塑断壁的维纳斯 正好符合这一比例 当我们拍出一张 自我感觉良好的照片 这种良好的感觉 也许正是因为照片的构图 符合黄金分割比例 这便是数学对人 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觉得数学在国民教育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在于通过数学的训练 可以让一个人的逻辑思维 变得比较强 然后推理能力变得比较强 而很多事情也能够培养 一个人所谓在乎根据的这种品质 思维品质 很多人说这品质重要吗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一个人的想法 他的做法 他的所谓判断 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人 他很难在这个社会上活得很好 数学的理性啊 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用数目字说话 用数目字说话呢 能够言之有据 而且步步有据 因为用数字做一据 一般认为啊 是比较扎实的 那更深一层次啊 数学有没有 有别于其他学科 其他学科没有 就只有数学学科有的 如果那个东西能够提炼出来的话 它对学生理性思维的养成 肯定有数学的作用力 数学有 就其他学科 没有 唯独数学学科有的两个 一个叫抽象 一个叫推理 理科的其他学科 没有研究抽象 物理化学是靠实验的 生物也是靠实验的 看得见算 对吧 你包括纳米的纳米 那么微小 你得把它拍下来 才算你发现了新的纳米成分 但是数学不是那样 数学一个还有微质量的等式 就概括了 就是世间万物 所以数学的抽象 是其他学科没有的特点 我们这些人重盖数学的演员 就是他是讲道理的一种学科 他什么东西 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功力体系 然后他说逻辑推理 一步一步 从A可以推到B B可以推到C 然后这么做出来的 数学的逻辑推理思想 在2000年前就已确立 古希腊数学家 欧吉里德所著的 几何原本 归纳了自公元前 七世纪开始 几百年间的 几何和数轮知识 在书中 欧吉里德开创性地 使用演绎推理的方式进行数学证明 欧吉里德首先提出了五个公理 五个公社 以及23条定义 他认为这些是无可辩驳的常理 比如彼此能重合的物体是全等的 再比如 凡是直角都相等 接着 他利用这些条件 对第一个命题进行证明 之后便以第一个命题为条件 结合公理公社和定义 继续证明第二个 最终将全部命题 依次证明完毕 今天 逻辑推理 不仅在悬疑影片中 被极度放大 对每个人来说 当处理一件较为复杂的事情时 我们都会自发地 调用头脑中的逻辑推理能力 以寻求一个最合理的解决办法 这种能力 也许就和你从小受到的数学教育相关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师生们 正在排练一部新的数学话剧 让我们从几何原本谈起 这是他们八年以来创作的第八个话剧作品 主创人员大多是来自师范专业的学生 创作话剧不是他们的专业 人民教师 这是他们未来最有可能的角色 可能以前我会觉得数学好难 但是当我接触了话剧之后 我会发现 其实数学可能对于那些数学家来说 也是很难的 看到这些定理的时候 你会去联想到一代一代数学家 他们日以介日的努力 来达到这么一个成就 那你就会觉得 他其实是充满感情的 看到那边有一个人坐在沙滩椅上 然后姐姐就开始问问题对不对 可能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至少有大部分 没有感受到数学 它其实是有美地存在的 这也就是说 我们去做数学话剧的一个意义 那这个数学话剧 可能会给台下的一些观众 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数学的体会 可能就会改变他们的人生的努力方向 第二幕第三场 在做了快四年的数学话剧的工作中 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让我确定了 我要做数学教育的这个方向 特别是你们数学家在发现的时 没有参考物理世界 你们数学家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不不不 我们不是凭空想象出来 我觉得能反模不够强烈 不不不不对 不对啊 我们数学的感觉 所以我们想说哪怕一个小孩子 他在观看这个话剧之后 他认识了一位数学家 或者说他知道有很多人在为这个学科 在为这个社会 在为这个世界的发展 而做出努力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也就足够了 公演当天 观众并不多 免费的数学话剧现场 显得有些太冷清了 或许在家长们的心中 花时间去接受一部话剧的熏陶 不是一个太划算的选择 它使用各种可能的描述 也吸引我们的宇宙 使我们不是一份顿 森林 它建议其物资 精神世界的确实体 作为话剧创作题材 数学显得太不娱乐了 把数学家们的故事 讲得引人入胜 确实很有难度 数学教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同学们的表演青涩稚嫩 但他们非常努力地 讲了一个关于数学的故事 塑造了一群数学家的形象 与此同时 他们也在塑造着未来的自己 以及未来的每一节数学课 教育就是教会人们思考 但同时也要教会人们 对他们的思考负责 虽然这个说法 对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适用 但是它尤其适用于数学 因为数学是这样的一门学问 在其中一个小孩 能够确定他所得的结论是正确的 不是因为他的老师或者教科书 告诉他是正确的 而是他的内在逻辑 能够让他确信 他的结论一定是正确的 这样的话呢 他培育人们的严谨的思考 培育人们的理性精神 培育人们的这种独立思考的意识 我想这个对教育来讲 是数学可以给教育提供的 非常重要的东西 数学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呢 是数学知识 还是运用这些知识的方法 是解决各种难题的技巧 还是考出一个高分的能力 如果数学教育的根本目标 真的是要培养一个人的理性思维能力 那么我们确实需要理性地反思一下 自己所受的数学教育和这些品质 到底有什么关系 数学真的很难 数学当然是难的 对于他我一直是景仰的 难是数学的一个特点 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一个性质 学数学是不应该说它难的 可能研究数学会难 研究数学的时候你是比较孤独的 不再难易吧 就看你喜不喜欢 喜欢做的事越难越有意思 不喜欢的话 再简单也不想去做 是吧 那么其实说句实在话 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毕业 我们对于那个复杂的计算 也是很畏惧的 那个复杂的计算 也是造成我们困难的因素之一 有困难有挑战 才让我们这些人 愚知愚迷 对吧 就好像一个男生 要去追帮上最漂亮的女生 如果那么容易就追到了 那容易那可能吗 那难的东西做起来才会有意思 尽管对于难的定义和层级 大家会有各自的理解和界定 但能听到数学家们 发出同样的感叹 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这足以说明数学确实很难 那么它到底难在哪里呢 数学很难是因为 因为数学它的最主要的处理的对象 是非常抽象的数量关系 实际上抽象性这种难 应该说是占据绝对的第一位 比方说我手上这个是什么 大家一定会说这就是一 然后一是什么 其实大家从来都没见过 因为一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因为受到感官的制约 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完全真实的 所以如果想离真正的机理和本质 但是更近一点 数学抽象或许是最有效的途径 我们去掉所有感性的东西之后 比如轻重 大小 软硬 冷热等等 其背后的各种关系和结构 才有可能显现出来 抽象之后 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事物被重新定义 当我们带着这些关系和结构 再次回到现实世界 它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东西 可以追溯过去 应对现在 也可以预测未来 传说伟大的数学家笛卡尔 在梦中获得了坐标系的灵感 从而找到了用代数方法解释几何问题的桥梁 这便是用一种抽象去表达另一种抽象 坐标系的概念其实是很抽象的 但由于我们受到过系统的数学教育 这个抽象的概念 反而在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亮 数学抽象有个特征是多级抽象 就是在已有抽象的基础上 进一步抽象 那么这个就离我们的现实直观的东西 越来越远 它可以通过一来构造二 来构造三 来构造一百 然后甚至构造无穷大 然后这个只是基于某一种抽象 构造更加的抽象 所以在数学世界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是最抽象 只有更抽象 人类的思考方式受语言支配 数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言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刻画那些最基本的原理 和最普遍的规律 全世界大约有六千种语言 却只有一种数学 它是抽象的 符号化的 以至于根本找不到实物 但却与物理世界产生了惊人的吻合 这就是数学的威力 数学抽象 让我们有机会从里向外看问题 从高处向下看问题 去除掉所有的外部干扰 向本质靠近 如同大航海时代 远航者依靠手中的测量工具 在茫茫大海中寻找方向 发现新的物种 新的大陆 新的规律 数学家们用前人创造的数学理论 在抽象世界里 不断探索着真实世界存在的意义 在看到数学新大陆的地平线之前 数学家们提出假定和猜想 为今后的航程确立一条模糊的航线 这些假定和猜想 便成为了难题中的难题 如果后人可以证明其正确 那么数学将被开拓出一片崭新的领域 如果被证明错误 那么人们之前在这个假定基础上做出的很多工作 便失去了根据 在本世纪初 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选定了七个千年大奖问题 每个问题选上一百万美元 这七个千年大奖问题是 NP完全问题 霍奇猜想 庞加莱猜想 黎曼假设 杨米尔斯理论 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和BSD猜想 这大概是全世界最难挣到的一笔巨款 这些难题在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 仍然令那些最聪明的大脑感到束手无策 哪怕只在证明的道路上推进一步 便足以轻视流民 截止到今天 这七个难题中 只有庞加莱猜想 被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成功证明 这位淡泊名利的数学天才 在震惊了世界之后 却拒绝了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菲尔茨奖的荣誉 以及一百万美元的奖金 人间蒸发般的隐居了 七个难题中最著名的 就算是黎曼假设 也叫黎曼猜想了 黎曼是19世纪德国的数学天才 他开创的黎曼几何 为后来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 提供了数学工具 黎曼猜想跟数数有关 之前我们提到的哥德巴赫猜想 也是关于数数的 为什么数学家对数数这么情有独钟呢 所谓数数就是除了1和自身外 不能被其他整数整除的数字 这里面当然就排除了除2之外的偶数 奇数中3、5、7都是数数 而9由于可以被3整除 就不是数数了 由此我们可以一直寻找下去 当我们找到数量足够大的数数后 却发现 数数的排布是毫无规律的 这引起了自古以来 数学家们的注意 黎曼提出了一个函数 当这个函数取直为0时 对应的一系列特殊点 对数数分布的规律 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这个函数就叫做黎曼Zeta函数 一系列特殊的点就叫做非平凡0点 黎曼推断 这些非平凡0点都位于一条直线上 对普通人来说 这些令人一头雾水的理论 如同天书一般 但对数学家来说 揭开数字之谜的诱惑 成为之后150年间 聪明大脑们担惊截律 一点点想证明黎曼猜想挪动的精神支柱 首先1896年 法国数学家哈达玛和比利时数学家普森 证明了非平凡0点 存在于一个区域的内部 而不在区域的边界 1914年 丹麦数学家博尔和德国数学家兰道 进一步证明 这些非平凡0点倾向于 紧密团结在临界线的周围 这离默猜想的范围又缩小了一步 同一年 英国数学家哈代终于证明 有无穷多个非平凡0点 在这条临界线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 黎曼猜想被证明了 因为尽管称为无穷多个 但这并不能认为 是全部的非平凡0点 哈代进一步研究之后 沮丧地发现 位于临界线上的 无穷多个非平凡0点 跟全部非平凡0点的比例 居然近似等于0% 21年后 令人 京凡3点 提供沾 殿记写 了 只打击 分构 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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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在后天武装我之前 我似乎就具备了一定的数学家应该有的 就是说发挥着比较大的决定作用 这个因素就是人的空间想象能力 因为要解决这些抽象的数量关系 必定要把抽象的数量关系转换为一个空间结构 是关于空间结构的 哪怕这个阿拉伯数字123456789 你看我刚才是按照顺序出来的 其实在你大脑里面的排列就是一个空间结构 什么意思呢 就是阿拉伯数字的123这种小数字 对于中国人而言 它是放在左边 789是放在右边 当然你现在是看不见 你可以想象出来 这就是一个空间结构 数学是学不会的 你一定要做研究 通过研究来学习数学 打个比方 就是你看一个做菜视频 上面讲了如何炒公保鸡丁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完了以后 好像自己已经会炒公保鸡丁了 其实未必 你得把原材料买回来 自己现场再炒一遍 然后再尝尝这个味道 咸了淡了甜了 够不够味 这样才能知道说 自己到底学没学会这道公保鸡丁 然后这个炒菜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种做研究的过程 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位 好老师的引导 数学是本来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 非常漂亮的东西 为什么那么多的我们的同志 回忆起自己的中学 觉得好像是在受折磨 受磨浪 不怪你们 真的是很 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们 你们没碰到好老师 如果碰到好老师 你学数学 绝对不亚于你看好梦 更难以更有意思 所以培养学生研究能力 其实就是要引导他独立思考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为老师呢 不要急于给学生提炼 所谓的套路 所谓的方法 然后就训练学生熟练应用 而更应该呢 舍得用足够的时间 让学生呢 去自己去思考问题 允许学生犯错误 因为数学的发展本身就是在 不断地纠正错误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发展起来 我们引导学生 学习数学实际上是建立 他的那种思维的体系 那这个体系的建立 不可能是一帆方顺 老师在教小学的时候 往往举的例子 都是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讲的都是他们身边的一些事 所以学生兴趣很容易 但是到了初中 到了高中以后啊 由于升学上面的这个压力 于是他们就逐渐逐渐变得 这会解题了 时间一长 他们就觉得数学比较枯燥 纯粹的符号 天理论证 我个人认为呢 在教学过程中 你不把这个数学背后的历史文化 讲给学生听 学生怎么能对数学感兴趣 那是一种真正的 精神的机会 你不把这个数学会 隐线上语 成功的 这一种真正的 证择 来 我们就回来 我们在台课 比英雄 我们就 我也不跟这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可能有一万种学不好数学的理由 但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让我们对数学失去尊重和了解 从某种意义上讲 数学构筑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2400年前的波罗奔尼萨战争中 400年前的波罗奔尼萨战争中 斯巴达士兵捉到了一个波斯探子 他身无异物 但身上的腰带引起了斯巴达统帅莱桑德的注意 莱桑德把腰带缠到他的剑鞘上 腰带上的字母便组成了一段完整的文字 这就是早期的密码 密码学由数学推动 它需要用到信息论、概率论、数论、计算复杂性理论、近视代数、离散数学、代数几何学和数字逻辑数学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列颠空战中 英军飞机的数量和质量都弱于德军 而且雷达的能力也逊于对手 但经过数学家的计算 英军优化了雷达的最佳配置和高射炮的射击范围 结果从战争初期的每200发炮弹击落一架敌机 改良至后期的每20发击落一架敌机 从而使德军的损失远超英军 这便是数学的分支学科运筹学的开端 传说一位印度国王酷爱国际象棋 他下令奖赏发明象棋的宰相达里尔 达伊尔说国际象棋盘共有64格 请在第一格放一粒卖粒 第二格放两粒 第三格放四粒 以此类推 国王起初还笑达伊尔太客气 但很快便笑不出来了 因为这样计算 到第64格时 要摆放二的63次方 也就是1800兆粒卖粒 这相当于人类2000年来 生产粮食的总和 几何级数增长的数学原理 现在被广泛应用到 人口学 生物学 社会学等领域 随机统计全球上百个国家的各种数据 比如各国的人口 GDP 机场数量 总面积 发电量 公路总长 石油消耗量等等 当最后汇总时 我们会发现 这些巨量的统计数据中 第一位数字出现最多的是1 而且占全部数据的三分之一 出现最少的是9 而且最多到最少的顺序 恰好是1 1至9的大小顺序递减的 这个规律 由美国人本福特发现 因此被称为本福特定律 这个概率论的成果 可以直接检验数据的真假 它的原理 也可以由数学方法证明 以上这些并不难以理解的例子 便是抽象的数学 作用于真实世界的体现 人类通过现实世界的规律 去探寻数学的真谛 又用抽象的数学规律 去改造现实的世界 无论你对数学抱以何种态度 无论你是否是那位 被数学选中的人 我们都希望在看完这些 关于数学的故事后 你可以重新认识数学 这位抽象的巨人 把数学的探索 看成是一种旅途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